一 二 各位朋友 武僧一龙的复仇之战开始了 他的对手是新西兰的性格状元布莱德 同时也是CIA CIAK的这个金腰带运用者 那么今天对武僧一龙来说 复仇如果能够成功 同时还能拥有一条金腰带 一举两得 一举两得 两个人的拳法都非常的重 稍有不胜可能就会被KO 一龙还是比 其实这个布莱德的实力很强的 一龙的打法还是能买克他的 打进去 今天我感觉这个布莱德 南方圈的布莱德 来到新西兰这个布莱德 就他的现在这个打击的力度 不如在去年我看到的 在新西兰那里 跟他的拳法有点少 压迫感也不是太强 一下两下就没有了 对 就进攻的主动性 也不如在他自己的主场 在新兰那里 在奥克兰那场比赛 对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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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